1 2 3 海滩旁边钓到野生金枪鱼了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实现带着40狗在这种海滩上面跑 太困难了 为什么他们要在海滩旁边钓 这能钓的鱼吗 一般都有钓的鱼 钓到金枪鱼了 5 6个 把狗带出来看海的后果 不是补水还是补水 补水从早上喝到晚上喝到现在 有这么饿吗老板 然后再坐坐坐再回家 再回家穿衣服 再回家穿衣服老板 好危险啊 前面碰到处都是这些钓手的钓鱼 我什么东西给他吹啊 好 我不供给他刚刚那个钓鱼的鸽 还给了他一只虾 他这种虾都吃 今天三亚的温度是三十一度 我这边和你里边温差多少呢 太厉害了 躲在沙滩上跑的话 我估计现在一出来就要中暑 好啦 现在已经到了五点左右了 我已经能看得到这个鱼网在慢慢的被升起来 哦 看到了没看到没 这已经有鱼开始在跳了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 我还拍到了 我动船了 我现在跟大哥一起去把那个鱼给捞起来 这边有好多鱼啊 哇 这是啥鱼啊 哇 冻到船上了 我还不懂了叫啥鱼 那狗会忘了 把这一个鱼 就会拖起来 坐 标准 刚刚就是有鱼 小鱼 冰冷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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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头奔过来 你知道吗 刚刚那海滩旁边 为什么那么多人在那钓鱼 因为今天呢 很多人运气比较好 钓了有十来只金枪鱼 野生金枪鱼